NCP-4158 Big Charlie The Big Cow 巨牛查理 三目等级Eucaly 偷收容措施 NCP-4158被收容于赛64中心收容区的一间 大小为8公尺乘10公尺的收容间中 一道5公尺长的饲料槽被安装在收容间的东墙上 除测试期间外 每周需去除SCP-4158的多余质量 并清洁其收容间 在去除过程的前后 需对SCP-4158进行X光检查 SCP-4158产生的肉需被焚化 因采用生牛肉、干草、木材和砖块 为食SCP-4158 尽管每天必须至少检查三次SCP-4158 但不需要持续监测 在无法控制SCP-4158生长的情况下 应重新评估项目的期 描述 SCP-4158唯一牛类生物 在钻鞋瓷纹时高3.4公尺长5公尺 项目皮肤浅薄、成半透明状、亦被撕裂 项目眼睛部分失明 尽管拥有所谓的牛的鞋筒 但其球精状的头部缺乏相关特征 SCP-4158具有感知能力且性格温寻 不会打耳正在喂食或是清洁洗手用间的人员 SCP-4158不会产生排泄物 SCP-4158的大小和体重能够持续增长 因此每周必须去除其多余的质量 测试显示 限制SCP-4158的饮食并不能够限制其生长 进一步的测试显示 从SCP-4158上去除的肉 不会表现出相同的持续生长 SCP-4158生产的肉为食用级牛肉 且无异常特性 尽管如此 但出于谨慎 SCP-4158产生的肉需被粉化 当多余的质量未被去除时 SCP-4158将会出现新的特征 包括长出肢体和生殖器 在极少数情况下能够长出器官 在外部生长的器官和位置似乎是随机的 在长出最大时 SCP-4158高8.5公尺 长9.8公尺 拥有7条腿 4个胃 2个阴晶 5个睾丸 和3条舌头 习近一步生长被基金会阻止 测试在SCP-4158开始生成神经组织后停止 SCP-4158在2004年12月16日上午 在印第安纳州的克鲁格森被发现 不会平民通过电话告知顿目管理中心 声称一头患有戒险的巨型牛 正在17号公路上游荡 两名动物控制中心人员被派遣调查此情况 在发现SCP-4158后 动物控制中心人员与9.39 联系当地原警部门 一位基金会内一名联系了赛64 派遣需用的专家前世运送项目 动物控制中心人员被蓄以埃及记忆消除 这起事件以一头患有戒险的牛在现场被消灭的说法结束 SCP-4158于12点46分运送至赛64 期间未出现抵抗行为 众专家追踪了SCP-4158的起源 找到了一个名为布车街的屠宰场 在那里聚了一位名叫Barney Moseman的员工 以及名为Jeff Fry的经理 另一名员工Rory Gildeson于当天请了病假 后来在其位于住所中被发现 三人全部被送往赛64进行审问 采访记录 Barney Moseman 2004年12月17日采访记录 受访者Barney Moseman 采访者Webis博士 记录开始 2004年12月17日14点47分 你的名字是Barney Moseman对吗 注意让摄影机拍出Moseman先生点头了 所以你们帮我带到这里是想要干什么 Moseman先生 我肯定已经有人和你说过了 我们需要向你询问 有关于你雇主的那头大牛的一些事情 你是说大查理 这是那种牛的名字吗 还是你的雇主 牛的名字 但不是我起的 几年前我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时候 他就有名字了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由来 是的 我一无所知 没别的吗 我只知道我们要为他吃甘草 但实际上他会吃周围的东西 包括木材和砖块 有时他会吃掉其他的牛 没养他多久了 我跟你说了老兄 我不知道 我在那里工作了四年 我刚工作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那里了 他们还告诉我 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任何人 有意思 你们为什么要一直围着他 而不是宰杀了 我他们也搞不懂 我只为那个该死的东西 而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过 好吧 那么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能告诉我吗 没有了 我几乎没有见过他 我只是有时候把干草 在进他的围栏里 他不是我要负责的 我是管理员 好的 那家伙从你雇主手中逃走的时候 你在哪里 在家 因为当时是晚上 你当时在做什么 呃 我在使用电脑 到大概11点的时候 我就去睡觉了 就这样 我发誓当时坐在电脑旁边 不幸的话 你可以看我的上网记录 那第二天早上 你去上班 发现他不见时 有什么情况吗 那天早上我迟到了 因为我前一天晚上睡得很晚 白先生他妈的疯了 他说不是我 就是我伪把他卖给了我们的竞争对手 但我非常肯定 事情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是千里之内唯一锁着行的 你知道他可能是怎样逃走的吗 不知道老兄 但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坚固的围栏 只有有钥匙人才能打开他 你认为是Rovie Gilson 或者Jerf Fine把他卖了吗 那也不可能 那两个人是最爱的家伙的 Rovie将他事无几处 而Fine先生也永远不会把他卖掉 详细说明一下 Fine先生为什么不会这样做 我不知道 他把那个东西当成神 或者别的什么来祭拜 就像我说的 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留下他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知道他永远不会 Rovie Gilson会知道吗 可能吧 如果你想知道有关大查理的事情 就去问他 我只是喂他 但Rovie会帮他清洁做检查 以及一些别的鸟食 好吧 那么Mossman先生 如果您能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 那我想就到此为止吧 记录结束 记录结束 2004年12月17日 15点22分 Rovie Gilson 2004年12月17日 采访记录 收房者 Rovie Gilson 采访者 Ribis博士 记录开始 2004年12月17日 2020 你的名字是Rovie Gilson 对吗 是的 好的 那么开始采访吧 好的 能告诉我关于那头牛的事吗 那么 你想知道什么 那我们来开个头 那个生物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们从某人那里买了一头怀孕的母牛 算是用一头牛的价钱买了两头 某天小牛从他妈妈的肚子里掉了出来 就像刚撕开了他的胸膛 他没有期待 一动也不动 我们还以为他死了 而且看上去很他妈恶心 我们把他拖了出来 但第二天早上 他不知怎么的 就醒了 想要进出棚 我们觉得 这小家伙长坏了 也许会有人想把他买去做科学研究 或者自行修 所以我们就把他带了进去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还是九年前的事 我们试着在当地报纸上 登广告来把他弄走 但是 等一下 是一则售卖广告 没错 好的 请继续 怎么了 没什么 继续 好吧 我们投放了几广告 但并没有人上钩 如果留着为他的话 是浪费资源 而把他丢到野外 可能也不是好主意 毕竟我们也不知道 那东西到底是啥 这样做 可能会弹化破坏 生害系统 或者别的什么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 结束他的痛苦 我们拿一裂枪 把他放在那该死的 眼珠子正中间 然后扣动扳机 原来一身枪伤过后 没有事情发生 你确定这把仓没有受到任何所坏吗 嗯 我们又试了一次 结果把枪弄坏了 所以我们决定割开他的喉咙 把刀留在上面 但他几乎没有流血 所以下一步我们试着完全割喉 但这似乎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我们决定把他就地宰了 但他训织没有反应 当我们做完后 他几乎只剩下骨架 我们想从这次买卖中 拉到一点好处 就把他的肉和其他的肉一并打包 希望没有人会注意的 你们怎么知道肉没有毒 或者别的什么 我们可不知道 但几天后我们发现 他把我们切下的大部分肉都长回来了 我们又切了一些 并自己尝了尝 发现他的味道与普通肉并没有什么不同 就像一个奇迹 一头牛能吃他面前的任何东西 还能铲出无数的肉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牛给外人看 这样人们就不会好奇我们的肉是从哪里来的 但那些牛并不喜欢大查理 如果他们靠得太近 查理太饿的话就会吃掉他们 但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个 他生产的肉够抵上其他那些牛了 真是神奇 还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吗 他没有生育能力 好的 还有别的吗 基本没有了 这就是我能说的 但你不能把他带走 他可是我们的私有财产 多亏了他 我们至今还没有失业 而且从法律角度上讲 你也是不能带走他的 当然 我会仔细看着的 你知道他可能是怎样逃走的吗 不知道 触碰已经锁好了 回来也是我迄今为止 见过最艰苦的 他不可能弄坏 而且范先生也觉得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想的就是因为他养活了我们 他就是我们有工作的原因 可能还不止这些 我觉得他把他当成宠物之类的 他喜爱大查理 有趣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没了 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大查理 你不会的 谢谢你合作 我想我们已经谈完了 记录结束 是的 你能给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吗 我从某人手里买了一头怀孕的母牛 最终他生死了小牛 那就是大查理 我知道小牛出生的事 也知道你们怎么割下他的肉 除这些外 你有别的能告诉我吗 我们想把他卖了 以后会有人想用他来研究什么的 但没人愿意捧他 我让小伙们杀了他 但猎枪连他的头骨都打不碎 所以他们想用刀把他铸地宰了 接下来几天里 我们在等待他的死亡 但发现他已经重生了 所以我们决定接受这个祝福 好吧 2004年12月12日晚上 那个生物逃跑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我在祈祷 对谁祈祷 什么时间 在哪里 你需要知道这些干什么 范莉先生 请回答问题 对大查理 哦 自从我们接受他以来 我每晚都这么做 为什么 你听到他们说了呢 他感觉不到痛苦 你杀不了他 他养活了我们 他是我们的救世主 那你为什么会想向他祈祷呢 我在他身边的时候 感觉到了什么 我能看出来 他想为我们做出牺牲 自从我们像没心没肺的混蛋一样 把他扔出去后 他还想回来 我就知道 他是为我们着想的 你是怎么向他祈祷的 我会打开他的围栏 然后脱下我的衣服 这样我就能毫无保留地躺在他面前 接受来自他的祝福 你是怎么做的 喝他的血 尽管他不需要 但他的心脏 还是为我们打出血和伸展血液 为什么你从来没告诉过你的朋友 关于他的事 我知道查理不会喜欢他们的 我也见过他们 在他旁边时 他的反应 他仍然供养着那些人 但只有我被允许 接受他的个人祝福 所以这次他从你身边逃跑了 对 但他不可能逃跑 他一定是有自己的目标 他以前有没有表现出这种行为的迹象 一点都没有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不可能知道 那些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人在相属 对他祈祷有作用吗 大查理并不会回应所有的祈祷 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 所以就是没用 你怎么敢知意大查理 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好的 我受够了 我不需要一直回答这样的问题 嘿 在我说完前 你还不能出去 请坐回去 要我出去 我要建大查理 我要看他是否安全 做傻 范先生 卡 采访结束 记录结束 2014年7月18日 1时3月4分 目前并不认为 JFY对SCP-4158的崇拜 是受到任何异常特性影响的结果 一项研究显示 工作于SCP-4158的人员 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的宗教或仪式行为 与此同时 也并无理由怀疑任何在采访期间的内容 不彻接屠宰场的员工和牛都被适宜一级记忆消除 屠宰场以违反卫生法规的理由被关闭 员工因独局而被捕 把深枕出SCP-4158的怀孕母牛 卖给JFY的对人 身份仍然未知 以上就是SCP-4158 简单说 SCP-4158是一只外形怪异 体型巨大的牛 他的身体能不断成长 并发展成新的肢体和器官 不管从他身上切下多少肉 他都不会死亡 并且会重新长出被切下的肉 他因此被作为一间屠宰场的牛肉来源 并且被屠宰场主人当成崇拜者 Beat Charlie的图片是来自加拿大茶花家Trevor Henderson的图片 Trevor Henderson喜欢怪物、恐怖故事、伪计物片形式的恐怖照片等等 他最有名的创作是Siren Head 原版的设定中Beat Charlie基本上是无害的 会被人类囚禁作为肉类来源 在最初被发现时也同样是从肉类加工厂逃出 与SCP文档不同的是 原本设定中Beat Charlie身上的肉块时常会掉落 落下的肉块会成长为被称为Leo Nugget的怪物 Leo Nugget有可能在完全成长后成为The Lamb 或是受到未知力量的影响成为Voey Nugget 这在之前Trevor Henderson的影片有讲过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录下的这支影片 记得帮你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为SCPO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这样 拜拜